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Eric 今天就拍一條影片不是實況的 主要就想教大家一件事 就是這個 怎樣在一格高的路軌上面 可以組成一個停車 還有可以做開車 即是一個boding system 大家也會看到後面有一堆boding system 在這裏找到了 只有一個圈 它也會回到這個站 也會停在這裏 沒錯 簡單說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當這個按下去的時候 其實就會拋下這條路軌 很簡單 當大家在這裏看到 麥卡就會經過這個遊戲 這個感應路軌 就會有一個 紅石走下去 首先會觸發了這個遊戲 就是Mono Dable circuit 就會令到下面 下面就是一個Piston 就會令到這個 就會只給一個很短的Pulse 就會縮回去 然後 與此同時 這一隊都有一條電路 然後 就會拋下這裏 就會令到這個 這個 使得這個 使得這個 原本是這個 就變成這個 就會變成這個 這樣就會令到 對 對 然後 就會把這個 還原 還原 就會把這個 鏡 推回前 不過 就因為 這裡有一個 Delay 這裡有一個 One take 這裡有一個 嗯 這裡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應該大概是四至五個 Tick 我計算這個 應該是六至七個 Tick 所以 就會是 這個先下去 之後 就會到這個 後來推回前 那就不會 令到 當它還沒下去 就推上去 這一個 情況出現 這樣呢 這個就是它離開 站的時候 的情況 如果來 入站 這裡 它就在這裡 走進來 這裡也有一個 Detector Rail Detector Rail 下面就鑽著 一條 電線 這樣就是 鑽著一條 Wreston 的 circuit 是什麼呢 就是當它 當它 就 當它 這樣還原了的時候 就是一條 直的 路軌 它呢 這個Lash 就是這樣 這裡就是一個 給電 讓它這裡關掉 然後當它 走過的時候 它就會給電 這裡 這個關掉 這個關掉 的時候 它就會 由這條 電路 然後就 給電 給電 這個Pistons 這個Pistons 不是 給電這個Lot Gate 那Lot Gate 就會關掉 就會令到 這個Pistons 就會沒有了 電 沒有了電 它就會縮起來 縮起來 就會吸住這個 路軌 而下面這個Block 是很重要的 如果沒有這個Block 當它一拉的時候 它就會沒有了 它就會爛了 整個Cistons 就會不可以了 整個Cistons 那好吧 就講完那個路軌 之後 這裡另一條路軌 另一條電路 就鑽過你 另一個 Monostable Circuit 就是Powler這次的電線 也是Powler它下去 這個Pistons 這個Pistons 也會在一個Powler 不只會推高它 其實會很快速回賣 而這個是Minecraft 裡面的一個Pistons 技巧 這裡也是一個Delay 我就會放三個Repeater 然後三個Repeater 然後三個Repeater 就 那個Delay 就可以隨意調 不過這個 最好就是調到盡 對 這樣 這樣 就可以確保到 它就是拉了路軌 之後 才升到Block 對 這樣它就會 它是在路軌 然後停在這裡 停在這裡 後面 這裡就會 就會 升起 然後 做到一個 站的 系統 為什麼 當這個 按鈕 按下去的時候 Minecraft 會離開呢 就是因為 在一個 Rail 來講 如果後面 就是 這裡是有一個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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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ler Powler 這個Powler 就是 後面 也有一個 Block 的話 那 那 的 車 就會 它就會 向前 走 的 就好像 這樣 對 它就會向前 走 但是呢 如果沒有一個Block 你隨意放在這裡 它 隨意放在這裡 它就不會走 大概這個系統就是這樣 也蠻簡單的 另外順便說一下 就是這個Mono Stable Circle 我也是在網上看 Seth Ranks的影片 他專門說Mono Stable Circle 我只能找到這個設計 而我想... 其實他也有一個新的設計 但那個我就不懂看 大概我就把這個設計出來 如果你們喜歡的 可以把我這個Mono Stable Circle 轉去用那一款 也沒所謂的 而另外其實 為什麼我們都會用這款 而我不找到那一款呢? 其實我本身都喜歡聽著 Criston的聲音 我就覺得... 有一個系統的感覺 對... 對...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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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先把這個設計 也要注意到這件事 就是... 在這個... 這個設計後面 一定要夠長 還有這部Mine Card 也要夠快 對了... 好了... 大概... 今天... 差不多... 先... 拜拜... 這裁